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台無線喇叭 它的名字叫做NAMMUSO NAMM這個公司非常貼心的 製作了一款手機的APP程式 無論是IOS系統或是Android系統 它都可以下載到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有什麼功能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來介紹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NAMM APP的介紹 首先你需要家裡有平板或是手機 然後無論是Android系統或是IOS系統 都可以下載到這個程式 在這邊這個程式叫做NAMM N-A-I-M 那下載過後需要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需要先進行 第一個是我們家中的平板電腦 必須連接到家中的Wi-Fi 第二個我們NAMM的機器也需要連到網路 無論是透過有線的方式或是無線的方式 那我們當然建議是使用有線的方式 連線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平板電腦和我們NAMM都連到網路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APP的操作 好 當我們的平板電腦與MUSO同時都連上網路 而且是在相同區域網路下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APP的介紹了 首先我們進入NAMM APP介紹 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連線網路了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就抓到我們的NAMM的機器 好 我們進來這個頁面 嗯 面具有點緊 好 我們看這個頁面非常簡單呢 它上面總共有九個 九個選項是不同的功能 加上下面有一個 它就是網路電台最愛的一個部分 這就是它簡單的頁面 好 我們一個一個講起 第一個iRadio就是網路的電台 這也是今天主題 好 接下來 UPNB呢 它類似就是可以 透過我們網路音樂的伺服器呢 來播送 送給我們的NAMM手 OK 接下來呢是我們USB的部分 藍牙 還有一些網路的音樂程式 比如說Spotify等等 還有我們的類比輸入 還有一個數位的輸入 好 這頁面非常簡單 大概是這樣 這邊還有一個設定的部分 那這個設定呢 其實我們最常運到的應該就是開關機吧 點一下 也可以透過手機平板來關機 我們再點一下 好 又開機了 OK 那這個介面非常的簡單明瞭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其他功能呢 我們之後會介紹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網路電台的部分 好 首先呢讓我們進入網路電台 來 哇 這是我上一次聽的歌曲 讓我們回到首頁 好 網路電台呢一開始進來 應該是長這個樣子的 它有非常多種方式可以讓你選擇 你所喜歡的電台 比如說有NAMM公司它推薦的電台 用地區去選 還有種類分別啊 它還可以有分有Podcast的電台 最新的電台 最受歡迎的電台 那我通常喜歡呢用種類來去分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這個來介紹 我們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個選項 二三十種吧 它裡面有藍調 有搖滾 還有Classical 古典的部分 Country一些鄉村音樂啊 Hip Hop啊 Folk Holiday Jazz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來聽一點藍調好了 我就點藍調 進來了以後呢 我們還可以透過國家去選擇 有很多國家 希臘、西班牙、以色列 好 我們來聽一個英國的 進來了以後呢 找一個電台 這個A看起來不錯 我們就點進來 點進來基本上在你在一個良好的網路環境下 他很快就可以找到電台 並且播放 啊 聲音沒有開 這樣呢 當電台播放出音樂呢 就代表你帶點線成功了 下面這裡有一個音量大小的選擇 OK 我們再來嘗試一下其他的選擇吧 來一點五點月 提升一下我們的起司 今天我們來加拿大的電台 既然他只要在良好的網路環境下 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可以非常快的 就抓到世界各地的電台 嗯 鋼琴 我喜歡鋼琴 OK 這時候代表我們連線成功了 那介面大概就是這樣 這邊有個星號 大家都知道這大概就是我的最愛的狀 標示 它怎麼使用呢 我們只要把它點下去 它就出現一個選項 這個選項呢 就是連結到我們主頁 我可以隨便取代一個 因為這邊被我加滿了 所以沒關係我把它加到第一個 把它取代 這時候呢 我們回到主頁 OK 我愛的這個電台呢 就會被加到 我們主頁的這裡 第一個選項 那當我以後呢 我想要開機 馬上可以尋找到我所喜愛的電台呢 我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我只要按第一個選項 我就可以進到我所愛的電台了 OK 那我們網路電台的部分介紹 大概就是這樣 非常的簡單 那如果你對我們的機器 還有我們的介紹 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你可以分享我們的影片 或是與我們聯絡 那我們陸續還會有其他的介紹 那歡迎你們持續的追蹤我們的影片 謝謝 掰掰 Dank estado